一步一步向运行转动 你疯也不放手 因为你在我胸口 灿烂的梦 一天一天向运行闪烁 心跳却不放手 我相信未来会有未来的我 你的微笑像火彩 划过我心脏动脉 眼前突然间出现 梦的形状等着我躺开 我明白一切不会像 双手和翅膀尖挡 但我能确定 有什么已经燃烧起来 心情放着梦 在将我怕来的我 如果可以 因为一个笑容的事情 那么只够 轻轻乱强行 有你莫回事 这样的痕迹 一步一步向运行转动 你疯也不放手 因为你在我胸口 灿烂的梦 灿烂的梦 一天一天向运行闪烁 心跳着梦 不放手 我相信未来会有你 找的我存在 有你 我难不放手 虚似乎切成 你还会找到 那我还不会 你不放手 我还会找到 你这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只是血塊暫時轉移出 視覺神經區域的結果 根據我們的檢查 車後造成的血塊還在 可是這些血塊 不趕快去除的話 可能會對腦部 造成更嚴重的傷害 我真的很捨不得 真的很捨不得 我就要這樣看不見了 然後 然後我哭完最後一次 哭完再一次 我就不會再哭了 原來小蘇 並沒有外表那麼堅強 他是這麼害怕 而我們卻 不行 我絕對不能再讓小蘇 一個人面對你 我絕對不能 絕對不能 好舒服 大哥 今天又要公秀 我今天有事出去一下 帶我上來跟他說今天放假 你換個衣服 好 好東西喔 馬上輝 妳來啦 今日的公秀 米歇林 你該不會還要去找關小蘇吧 好嚇唬 為了找關小蘇 我們早上看餐廳都快被你賠了 你知道嗎 因為這樣子 已經關店了幾天了 又不幹什麼吃 什麼就不跟我們吃 有一點上班 米歇林 六天這樣陪他的話 並退好嗎 我跟講你也救不了他 莫名其妙 更何況就還有冷戀 你去那邊幹嘛啦 小蘇 你不會有事的吧 你一定會看得見 你一定會看得見的 米歇林 米歇林 我記得在緝努力 反正 你本來就比我適合小蘇 你跟著緝努力 我是冷戀 真的嗎 謝謝你 紀領 我先把它打掉給她 喂 王餐長 我是冷戀 聽說你為了小蘇 願意召開醫療會議 真的很感谢你 是 那我想多了解一些状况 可以请你多给我一些具体的建议吗 喂 喂 小树 我 我有事情要跟你说 有事要和我说 那你先帮我开个门好了 帮你开个门 是啊 我在你家楼下 啊 走 麒麟 早啊 你怎么来了 因为早上起床的时候 就听到你在呼唤我 然后就走到这里 看我走过来的时候 你又打给我 这该不会是心电感应吧 什么心电感应 我看你根本就是精神分裂 有幻听了 嗯 我有啊 好啦 你打给我干嘛 其实啊 我是要跟你说 有关于手术的事情啊 哦 哎呀 那件事不重要啦 你看 今天天气这么好耶 我们要想要去那里玩才是重点吧 去玩 去玩 麒麟 我们要去哪里啊 我不知道啊 不知道你还拉我出来 就是不知道去哪才觉得开心啊 我以前跳课的时候啊 我以前跳课的时候啊 就像现在这个样子 那我目的地乱话 脑袋一片空白 什么都不去想 可是我就觉得很开心啊 虽然 我知道你现在很烦啊 我也不知道 可以帮得上什么忙 但是呢 我就是要陪在你身边 想尽办法让你开心啊 我们可以不知道要去哪 你也可以不用听我说话 但是呢 你就是不能不让我陪在你身边 停车 停车 什么啦 我说停车 你说的啊 我答应要你陪着我 不过我有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啊 今天 不怕我载你 好啊 那有什么问题 来 上车 你可是要爆红 摔一下去 我可是不负责任喔 遵命 拆车手 好 抓起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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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galaxy 腹 好 这是些官便 divers 摩ark 走 стве Darkness han 别人 帮人 其实要不是冷先生 主动召开这次医疗汇报 肯定不好做什么决定 因为我不能强制病患 住院接受治疗 但是如果可以的话 我强烈的建议冷先生 立刻帮关桥姐办理住院 并且接受手术 你是天使 你是天使 我想为你写首歌 各自全是微笑的歌 你是天使 你是天使 你是我心跳 尽快的牌子 你是天使 你是天使 我想为你唱首歌 各自全都是啦啦啦 感动哦 小叔啊 绝对是上帝 送给我们的一份后礼 叫人不爱他 也难 是啊 Jerry OK吗 你那段C2那个 《Just for you》唱得没什么感觉 再一次 哦 好 我骗他的啊 我想再听一次啊 谁知道他明天会不会救我 还要笑着干嘛呢 丁哥 小初 你不会有事 我相信老天年 他不会这么残忍 就这样把你带走 这些 他是分享的 我希望你为你 希望你带走 多了 那些 于是 你在哪里 上帝 你 都这么帮 我 死米其林 臭米其林 把這樣的關係當成屁 氣死了 芥末 米芯都說要放假了 我們幹嘛還要工作 閉嘴 用你的筷子 他收工是他的事情 我們還要繼續工作 芥末 娘 你來幹嘛 米芯人呢 我找他 說到米其林 我只一肚子火 今天一找他 你找米其林 幹嘛 他一大大出去了 你才有事嗎 他是不是跟小叔出去了 我這個不方便說 沒關係 我出去找他們 如果待會兒來 告訴他我去找他 好 沒問題 臭三層 你幹嘛不讓我跟冷靜 說米其林去找小叔 小叔 我怎麼可能撤我大哥後腿 你也知道怎麼 我是跟你最講義氣了 你個頭 寫得這麼爛 就看就看得出來 米其林去找小叔 至少我沒有直接擦擦他 我努力的在遮蓋他 配啦 不過人可以找米其林幹嘛 你看過他這麼著急的樣子 對 馬子被擦走了 他當然擠啊 要不然呢 時間怎麼過這麼快 天都黑了 米其林 你幹嘛 一臉悶悶的樣子 有嗎 可能是我肚子太餓了 找個地方吃個東西好了 好啊 那我們回蛋炒飯餐廳 我想吃你做蛋炒飯 好啊 那我先打給Nancy 看看有沒有要吃 一起看我去 米其林 我剛剛不是說過了 有電話想要叫我接嗎 有想嗎 有啊 二十幾通位接來電 而且都是冷烈打的 不好意思 剛剛確定做錄音的時候 要關記一針鬥 抱歉 什麼啦 你不回電話給冷烈嗎 晚一點吧 我想冷烈打來 一定是要催我住院 動手術 嗯 說的也是 畢竟妳的身體 不是說好被他講這些嗎 米其林 我跟你說 我發現我的眼睛 看得越來越清楚了 真的嗎 而且一整天下來 也沒有不舒服的感覺 所以我就在想 或許情況沒有醫生 跟他們想的那麼早 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就太好了 嗯 那我們回去吧 好 走啊 我想啊 再過幾天啊 應該就全運了吧 這真是個好消息 米其林 冷烈 冷烈 喂 你怎麼來了 為什麼今天他還收集 在麗龍街 等你啊 你明明知道現在中央播 你幹嘛在那邊亂跑 你兇屁啊你 沒點適合 可是他很囂張耶 住手好不好 冷烈 今天是我要美其林 帶我出去的 冷烈 對啊 我今天只是帶小春去散散步 做一些他想做的事情 你反應會不會太過度 我是因為 我是因為你也知道 他現在的狀況 你跟我都很清楚 你還不顧他的性命 大家出去亂跑 你知道對不對啊你 你也只有你擔心他 我也擔心啊 真的要怎麼樣 對啊 如果因為身體的狀況 什麼都不能去 什麼都不能做的話 那後輩還有什麼 好了 你們不要再說了 我知道你們兩個 都很關心小樹 也很擔心他 可是也請你們體諒 像大事人 OK 你不要再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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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烈 我知道妳是在擔心我 但是關於手術的事情 我想清楚 也做了決定了 如果開刀可以保住 我的性命 卻要我失去實力 那我選擇 我要繼續看這個世界走下去 哪怕我的生命只剩下半年 或三個月 甚至一天 我也不想要再回到黑暗裡面 小樹 不要這麼快就放棄 是嗎 你忘記一直在告訴過我們 手術還是有成功的機會 真一點我知道 百分之一 冷烈 對不起 我實在沒有勇氣 去面對這麼微小的成功率 沒有關係 不要緊 你放心把一切都交給我 不管花多少時間 花多少錢 我都會把全世界最好的醫生 都找來 夠了 冷烈 你不用再問我做什麼 我怎麼可能不問妳做什麼 妳難道忘記這一切 冷烈 不要再說了 妳忘記妳曾經答應過我 不准因為那場車禍 而感到自責 更不准因為家瑋覺得對不起我 那個不是妳的錯 妳已經為了我做的夠多了 現在我只希望 妳可以尊重我的決定 好嗎 姐姐 姐姐 你如果出去 我有話跟你講 冷烈 老闆 叔叔 你到這裡好了 沒事 沒事 大哥 老闆 我現在可以說了 我實在是不明白你為什麼會那麼激動 我知道你擔心小叔 不過你也看到 小叔在醫院擔心難過的樣子 我們多給他一點時間 不要再逼他 就讓他多做一些開心他想做的事情 問題是他沒有時間 你在說什麼 醫生不是說他還有半年 至少還有三個月的時間 可以考慮要不要動手術 你錯了 我去找醫生談過了 他告訴我小叔現在的情況 遠比我們想像的更危急 而且他現在很脆弱 不要說三個月了 如果只要一個不小心 他隨時都可能會離開我 什麼 醫生甚至還說 只要他看得越清楚 只要他看得越清楚 就代表他離死亡眼鏡 所有才會冷激到我 美智 我跟你說 我發現我的眼睛看得越來越清楚 真的嗎 而且一整天下來也沒有不舒服的感覺 所以我就在想 或許情況沒有醫生他們想得那麼早 怎麼會是這個樣子 美智 剛剛對不起 其實我心裡也知道 至少他當外面告訴小叔 他病的真實情況 他也一定不會答應 不行 這個樣子實在是太危險 我要去告訴小叔 美智 不要 我想過了 我不再怎麼說 他也不會答應 與其這樣 不如讓他做他想做事吧 忍練 你是在開玩笑吧 你今天不給大家出去玩一整天又沒事嗎 好吧 這段時間 就用手足做他想做的事吧 忍練 不如就這麼決定吧 從今天開始我們輪流陪小叔 你陪一天 我陪一天 小叔想幹嘛 我們就帶他去幹嘛 如果到了最後 他還是不打算做手術 至少我們陪在他身邊 如果有什麼狀況 我們馬上帶他到醫院去 就這麼決定嗎 有我們在 他不會有事 有我們在 他不會有事 小叔 你出來多久了 你們很好啦 還以為你們跑出來打架了沒有 我們特地跑出來欠假的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我們都要那麼幼稚 對我們小孩對不對 上個 小叔 你不要怪咕嚕嗦 今天最欠罵的不是米其林或冷戀 而是你 明明知道自己身體不好 你還到處亂跑 都幾歲的人 還讓大家操心 好了啦 Nancy 你就不要念小叔了嘛 不如我看這樣好了 那為了不要Nancy擔心 你就搬回來住好了 好吧 不要 搬回去住跟住在醫院 有什麼差別 到時候 你們一定都把我關在家裡 哪裡都不讓我去 那 至少讓Nancy搬過去陪你囉 因為多一個人照顧你 我們也比較放心 這個改天再說啦 姑姑的東西這麼多 你們不嫌麻煩啊 嘿 我早就知道你會這樣講了 姑姑早就把行李都準備好 今天就搬過去跟你住 可以不要嗎 姑姑要是真的搬過來 我就算不是被腦中的血塊害死 也會被念到煩死 嘿 你再囉嗦的話 姑姑今天就馬上送你去醫院 好 那閉嘴就是了吧 這還差不多 小叔啊 我明天放假 美術館剛好有我想看的展覽 你可以陪我去看嗎 怎麼 米青可以陪你 冷淚就不行啊 不是 我又沒有說什麼 姑姑你不要亂講了 我只是在想 冷淚今天才因為我跑出去而生氣 現在又要約我出去 有點意外而已 那 妳明天約好出去嗎 當然願意 好 那我明天早上過來見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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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淇淋 你蛋炒飯好了沒啊 可是你整個都會爆洞了 米淇淋 我這孩子是會 你這樣子沒有啊 妳有粗神啊 什麼有粗神啊 現在這麼忙 他有時間粗神 唉唷 妳又不是不知道 太大早就這樣子啦 看我的啊 小叔妳來啦 小叔 不好意思啊 我看錯了耶 那個人不是小叔耶 大哥啊 快點炒飯吧 外面已經暴動了啦 你待會再出身口啊 來 等一下 坐啦 這米其林 搞什麼飛機馬戲多 明天發呆黃色 喂 文烈啊 今天你跟小叔 要去美術館看展覽啊 沒有啦 我問一下而已啦 都說好 今天你要陪小叔啦 我怎麼會去打擾你們啊 只是隨口問問啦 只是 你們 要去哪一家看 當我沒問 當我沒問啊 那 你們玩開心一點啊 嗯 好 掰 講完電話啦 現在可以換我和你說話了嗎 我跟你說 你和關小叔之間發生什麼事情 我是管不著啦 但你可不可以不要在上班的時候發呆啊 你這樣會影響到我下班休息的時間耶 喂 喂 我的講話有沒有聽到啊 哇塞米 我出去一下晚點回來 店裡先幫我照顧一下 欸 米其林 米其林 哇 你每次都這樣子 我 米其林打來打 是啊 他剛打來呢 講了有點風米其妙的話之後 就掛掉了 是喔 還滿像他的作風的 對啊 就像你現在看了這個抽象花一樣 總是讓人想不到到底在想什麼 等一下 我就這樣去找小叔 會不會對冷靈很不尊重 還是 我在外面偷偷看他們就好 不行啊 這樣也太像變態了吧 可是 我也很想見小叔一面耶 這樣該怎麼辦才好呢 不管了啦 先去看看他們再不再說吧 不行 不行 要是被他們遇見 我要怎麼說呢 唉唷 煩死了啦 煩惱 是啊 呃 怎麼會是你啊 這句話應該是我問你吧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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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我不是這個意思啊 喔 我的意思是 呃 城市橋啊 坐在這邊遇見你 啊 小小叔呢 小叔咧 小叔啊 他快去廁所啊 所以我在外面等他 喔 怎麼了 好啦 這麼不放心我們兩個 還特地跑過來監視 好啦 大家好哥們 我就不瞞您說了 我其實 是想來看小說一眼 我躲在一旁 你不要告訴他 OK 等一下 比賽 幹嘛 什麼啦 等一下我很想說 要去一個朋友餐廳吃飯 你要不要一起來 不太好吧 畢竟今天是你跟他約會 不好意思打擾 我看我還先走好了 不好意思 拜拜 文烈 剛剛那個是米其林嗎 是 是 怎麼了 沒事 是就好 我們走吧 走 謝謝 每個動作我都想要動 小樹 你有沒有覺得 San很有留飯回來之後 整個廚藝進步很多耶 而且每次在餐廳吃飯啊 都會有得到很多不同的感受 而且他現在做甜蜜的廚藝 越來越精緻細膩 哇 小樹 你有沒有知道 你剛吃的那個Montblank裡面 他還加了一個 副盆子的果粒耶 小樹 你在想什麼 你不覺得 米其林今天怪怪的嗎 你是說他來找我們是嗎 不只是這樣 我也覺得你今天約我出來怪怪的 怎麼了嗎 我知道你們是擔心我的病 也是關心我 但是我真的不想要你 因為我的病 而改變對我的態度 我真的不喜歡這種感覺 小樹 你想太多了 米燕 你幫我在這裡下場好不好 我想要一個人這樣唱 給你 只要你點頭 說你也有 小樹 可以讓我一個人安靜一下嗎 拜託 我只想愛你 我愛你 我才 單小的迴避 我 只做判定你是我的奇蹟 我的世界從此已有未盡 我太不聰明 才不懂證明 心裡有多麼狂喜 直覺反映你是我的奇蹟 兩個人的世界不會浪漫 太多幸福 都想給你 只要你點頭 說你也願意 只要你點頭 說你也相信 回來了 要不要一起看電視 我們好久沒有一起看了 不了 我有點累 那你要不要先洗個澡 好啊 喂 小樹 我米其林了 明天我帶你去海洋館 看戲好不好 好 你不喜歡看戲喔 那沒關係啊 看你想去哪裡 我再帶你去啊 好啊 看去哪裡 我明天再說好不好 你怎麼了 怎麼聽起來 好像沒有什麼精神 你 你該不會 跟兩位發生什麼事 沒有啦 你想太多了 我有點累了 看我明天去哪裡 見面再說好不好 好啊 那明天見喔 拜拜 拜拜 好啊 小樹 早啊 我米其林啦 米其林 你怎麼來啦 Nancy姐 我來找小樹啊 小樹 小樹不已經早去找你了嗎 找我 喂 喂 蘭烈 不好了 小樹又失蹤了 什麼 米其林沒有遇見他嗎 小樹一早跟我說 他去上米其林 結果了 米其林來之後我才知道 小樹他騙我 一個人先離開了 怎麼會這樣 蘭烈 小樹 頭會想不開啊 Nancy 妳先不要擔心 小樹應該不是這種人 妳先在家等 我去幫忙找 如果有消息我們丟人 妳都OK 好 蘭烈要說什麼嗎 哪有 我不知道啦 現在就等等看了 是吧 問題是他沒有時間了 他現在如果不馬上 都有手術的話 隨時都有可能會死 我去醫院找醫生聊過 那 以前說他現在的情況 也比我們想像得更加的危機 而且他現在很脆弱 不要說三個月 如果他現在稍微有什麼差錯的話 可能隨時都會離開我 你會不會死 一直甚至還說 只要他看得越清楚 就代表他離死亡月盡 所有才會那麼激動啊 我在做什麼呢 明知要冷戀米其林 他們現在一定瘋狂的在找我 我卻在這 跟這個即將再也看不到的世界 說再見嗎 只是我到底捨不得的是什麼 是這眼中 看得到的一景物嗎 還是心裡怎麼擺脫不掉 割捨不開的 那些愛我的人 Lessie 請過來坐吧 你怎麼走還走去也沒有辦法 這孩子 怎麼讓人家那麼擔心 好 米其林 你也來啦 小叔 小叔 你跑去哪裡啊 你一定要嚇死姑啊 我只是想要一個人追散心而已 對不起 又讓你們擔心了 沒事的 你平安回來就好了 米其林 米其林 你在生氣嗎 你不會是真的在生氣吧 現在不要跟我講話 因為我一開口就想要罵你啊 可是我不想要那麼做 可是我不想要那麼做 好啦 為了要讓你們知道 我是真的要跟你們道歉 還有 也為了不要再讓你們擔心我 我 我 我決定聽你們的話 去動手術 你說真的嗎 小叔 但請再給我一點時間 我還有一些事情必須要完成 你決定聽我們的話 去動手術了 所以你們可以不要再生我氣了吧 當然啊 但是 妳能不能告訴我 為什麼妳會做這個決定 因為 我發現自從 我臉進負面之後 我就變得好討人厭 小叔 妳怎麼會討人厭呢 在我們心裡 妳是最可愛的小叔啊 夠了 你們為我做的已經夠多了 多到我甚至覺得 你們本來就應該如此 我好討厭這樣的自己 是 傻瓜 妳怎麼會這樣想呢 我們之水會為妳做那麼多 完全是因為妳值得我們這樣子做 妳懂嗎 漂亮的冷戀 說得沒錯 完全說是我是妳想要說的 小叔 我們之水會那麼做 是因為妳值得 真的啊 可是你們越對我好 我就越想逃啊 本來我想就此 逃得遠遠的 但是我發現 我已經沒有地方可以去了 因為我想去的 就是只有你們的地方 所以我決定了 接下來的日子裡 我要為你們而活 我不能再讓你們擔心我了 我要你們看到的管小叔 是跟以前一樣 帶著笑容的 不管之後的手術 會不會成功 不管我負民的機率 有多微小 我都不能再讓你們擔心我 我會乖乖的 去住院 接受手術的 好 好了啦 你們大家不要死氣沉沉的嘛 我沒事啊 你們現在看我 不是很好嗎 找了我一天也累了吧 趕快回去休息 小叔 那我們就回去休息了 妳也要好好休息喔 嗯 姑 妳就先陪雷雷回去吧 可是 我已經答應妳要動手術了 妳不要再擔心我了好不好 好 Nancy啊 既然小時候這麼說了 我們就先回去吧 不要在這裡給她那麼大的壓力 好嗎 好 那我們先回去了 好嗎 怎麼了 小叔 那妳一個人 妳沒事吧 沒事的 妳不要擔心好不好 沒事 妳不要再上野失蹤劑 不會 憶欽 怎麼了 我為什麼看不見 叔叔 沒事 只是停電而已 真的嗎 媽 來 別緊張 看我 來 看我 看到沒有 妳看吧 我們騙妳嗎 只是停電而已 妳可以 不要緊張 妳 是不是 妳可怕 別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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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不要看妳見了怎麼辦 別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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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面更无数 你已经不爱我 愤怒全部没收 让我忘了所有 一个人重新来过 你怎么那么痛 怎么都能够 李气凌 怎么了 我为什么看不见 没事 只是挺便宜而已 有我在 曾经带给小叔欢笑的 给小叔依靠的 是我 但现在怎么会变成李气凌 难道现在的我 真的没办法再给小叔依靠的笑容了吗 所以我决定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 我要为你们而活 我不能再让你们担心我 都会想起你 我要你们看到的管小叔 是跟以前一样 带着笑容的 不管之后的手术 会不会成功 不管我负名的几日 有多微小 我都不能再让你们担心我 小叔心灵 是这么害怕再回到黑暗 但他却为了让我们放心 而勉强自己孝着 我不能再看着小叔一个人 面对这份恐惧 问题是 我能做什么 这人一定在这的啊 这人一定在这的啊 太厉害了 李气凌 你这要吵什么啦 怎么会下几点啊 找到 你在啊 这老爸留给老妈的东西 记住你可以放上用场 真的 跟我商品讲一下 今天我给你开工了 好 拜拜 哎 去哪啊 买卷重的事啊 来 有病啊 小叔 你也先晕啊 小叔 这么早来找我做什么啊 小叔 小叔 我 你不会又要带我出去玩了吧 没有啦 我来 其实 其实我来是有话想要告诉你的 什么事啊 你好像很认真的样子 小叔 我真的认真到不能再认真的 所以 我也希望你可以很认真的听我说 并且答应我 替我保守这个秘密 好 我答应你 我不会说出去 而且我会很认真的把它听完 嗯 好 那我说了 好 小叔 我 轻易嫁给我 米其林 小叔 你不要急着拒绝我 因为我还没把话说完 虽然我知道这么做 真的蠢到不行 我也知道这样做 真的对冷恋很抱歉 不过我绝对不是称人之尾 我也不是希望你可以接受我 因为 我真的想不到任何方法 来表达我现在的心情 我想赢我的承诺 让你知道 不管为了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愿意替你承担 小叔 你不要再一个人承担出我的一切 我的肩膀比你夸很多 那我自己愤怠一些吧 不要再勉强制止一个人坚强的幻笑 一个人笑多自私啊 要笑 就让我陪着你 两个人一起笑吧 还有 不要 不要再让自己一个人 面对失去光明的恐惧 我的胆子比你大很多 我还比你勇敢 有我在你身边 比较不会那么害怕 小叔 你 就让我把你勇气借给你 不管未来发生什么事情 让我陪着你好不好 只要你点头 说你也愿意 我想说的话 都已经说完了 你可以拒绝我了 你说的没错 我是一定会拒绝你的 因为你的求婚 实在是太不浪漫了 别说讲话支支吾吾的 连一朵玫瑰花都没有 怎么会有人想要嫁给你啊 不过啊 我还是想谢谢你 你借给我的勇气 我收到了 太好了 谢谢你愿意收下 不过说好了 我求婚的事情 你要帮我保守秘密 不然很糗 好 我答应你 那 那你肚子会不会 我有带东西 我去厨房做我给你吃 好 不过 你不能因为我拒绝你的求婚 就在里面偷家料报复我 喂 不是说好了吗 怎么现在就开始求我了 开玩笑的 你赶快去 我好饿 等我 很快就好了 你等我 好 好 米其林 我知道你这个求婚 不是为求婚而求的婚 只不过 如果是呢 哎呦 我是怎样啊 总之 米其林 真的很谢谢你 帽子身边问题来找我 到底要干嘛 到现在不去医院动手术 搞我好紧张 来喝水 不用那么夸张 这件事情 也只有你能帮我 以你的专业 你的敬业 你在工作上的素养 还有你在这一行的人脉 好 不要再捧我了 我有非常不好的预感 关小树小姐 就请您直说了吧 要我帮的忙 绝对不是普通的忙 就上次 我来这边录的那个demo 你听了还满意吗 那好 我在想说啊 把我以前的专辑 都整理过一遍 然后再加上 我最近新做的五首新歌 一起出一张专辑加竞选 把所有的收入呢 有一半捐给艾芒基金会 另外一半呢 就可能要麻烦你 帮我长期支出 在偏远山区的小朋友 让他们做银羊午餐 你也知道我时间比较紧迫 在这样的压力下 也只有你能帮我这个忙了 废话 这张专辑除了我能做 还有谁能做呢 更何况是你关小叔的事 这张专辑 我们用心满意足来做主打卡 专辑的名称叫做 关小叔的爱 或叫关爱吧 我不爱Jerry 还爱谁啊 那当然的 你之前给我的demo都还在 我现在把阿财 吉米 小鬼 这几个鬼都给找回来 他们也嫌够久了 马上把曲子送给余老师编曲 我相信因你的水准 两篇就可以录完了 我先去订录一下 等一下 不用那么急吧 焦虑真的要犯了 怎么可以不急 现在都没有时间了 谁知道你还有 不说了 关小叔你真的很讨厌 就不能 不能 你不是说妖孽可以活很久的吗 我就是那个妖孽 你是不是想说这个 对了 只要给我活久一点 好啦Jerry 长得这么大只哭起来很奇怪 没办法 进来 董事长 什么事 怎么脸色这么难看 是不是冷烈又怎么了 不是冷烈的事情 不过跟冷烈有关 这杂志上面说 纽约今年被评选为 米其林三星级餐厅的主厨 是邱琳 邱琳 他不是曾经是冷烈的同学吗 没错 就是他 这报导中 他不断对外宣称 曾经跟冷烈交往过 甚至还说冷烈的鬼面 是在交往过程中 抄袭他的创意而来的 在国外已经有很多美食家 吃过邱琳的面 对他的赞赏有加 甚至说比冷烈的更好吃 在美食界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 开什么玩笑 鬼面怎么可能是抄袭他的呢 董事长 还有一件更紧急的事 是 邱琳今天就会到台湾 我想到时候一定会掀起一场新闻风波 如果没有要搏制 抄袭的传闻 媒体也会希望他们对峙 或是比赛 可是冷烈现在为了小叔的事情 冷烈呢 他知道了吗 还不知道 还不知道 不管他在哪里 立刻叫他回来 是 小叔 小叔 你大概不知道 我才想今天早上的求婚是真的 而你的回答也是 小叔 卖 naval 小叔 火装 оп 明睛美丽 einges才晃衣的少年名厨 秋琳今天返回台湾 她在回国前 曾经在国外的一片尊访当中 特别强调 冷烈是在跟自己的这头论当中 特席到准备的技巧 而她自己还是得到享誉国际的经典美食 滚面的原状者 然而 双总统在机场曾经采访到车型本人 对此 她本人也相当地调 接下来是我们在机场采访到她的范围 车型总监冷冽在一起过吗 冷冽的滚面是敲行你的创意吗 准备的滚面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厨师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希望再跟她在聪明上交流一下 谢谢大家 乔琳小姐 乔琳小姐虽然在机场可愿多做回应 但却十分高调地住进了帝国饭店 关于乔琳小姐的 这叫球啦 这个球铃根本就是跟黑寡妇一样嘛 我看她是来踢馆的 我看啊 她根本就是由爱生存来復仇 哦 你观察得这么露啊 该不会你跟她一样吧 啊 不信 你观察得不愿对此重大 正能生存 不知道你的脸会是那种 抄袭别人心血的人 大哥 你不要这么有风度嘛 人类有状况 这个对你来讲是个机会啊 什么意思啊 天啊 人类被那个黑寡妇缠住 赶快去求婚啊 活该被打 求我们婚啊 好人好事做吃都够了 熊 熊你了 再熊 熊一熊 最不熊一的熊下药 得不到 我就能抢的 文学不是我 快熊一 Och 求你回国了 了 百明是冲你来 你要怎么处理啊 我要怎么处理啊 不處理 你可以每天為了觀小叔 忙來忙去的 這個事情 整個影響到你的名聲 還有冷視企業的聲譽 你竟然不處理 爸 小叔的事情是攸關性命 怎麼可以拿來比 再說求林這是百明草新聞 我們如果回應 不是反而替他造勢嗎 我的鬼面本來就是原創 這點我外心無愧 也沒什麼好回應 我也不覺得他可以做出跟我 一模一樣的鬼面 我忘了我的兒子的魅力了 我現在想通了 搞了半天這小女生 擺明了是忘不了舊情 回來追你的嗎 爸 我跟他根本什麼都沒有發生過 哪來的究竟 什麼都沒有發生過 人家小女生可不這麼想 這女孩子不簡單 董烈啊 如果老爸勸你跟他來個什麼 台面下的交易 恐怕很難喔 你就等著接招吧 我看見你的瞳孔 我看見你的瞳孔 看見的那片天空 你只見鏡頭 你只見鏡頭 架構屬於我的夢 那是清澈的星河 那是橘色的雲洞 遙遠的天空 牽住這一道 你把我眼底的寂寞 載回成繽紛的宇宙 看在你身後 帶我靜靜遙 請不要放開我的雙手 不要缺席我的以後 請留給我 慢慢消失的那一道彩虹 已經習慣你的雙手 牽著我的那種溫柔 只要你懂 我會讓我是因為 最深處的感動